当冰敦敦VS刺客567顶流猛宠大战首席暗影刺客 谁才是最强的存在 一边是玄武国的首席暗影刺客567 一边是曾圈粉无数的冬奥顶流冰敦敦 他们两个大战谁才是最强 支持冰敦敦的抠敦敦最可爱 支持567的抠公营首席 先说冰敦敦作为最近的冬奥会顶流吉祥物 可真不愧被网友称为一敦难求 首先谋划全世界人类的能力那可是不一般 冰敦敦原本就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大熊猫 因为摊完的时候落到了一个山洞 还被冬奥魔法完全选中 成功穿上了透明的奥运圣衣 进化成冬奥会的猛宠吉祥物 当他进入了冬奥会的会场 那才是真是如鱼入水一般 不仅可以随心所欲的翱翔天空 还成为了奥运健将驰骋赛场 无论是华汉兵还是穿上雪橇版滑雪 那都是说来就来根本不在话下 这样带着奥运精神的冰敦敦成为猛宠顶流 真的是实至名归 毕竟谁又会拒绝一个会抖雪的冰敦敦呢 可是作为对手的五六七同样不容小觑 五六七作为玄武国暗影刺客中的首席刺客 年仅15岁就成为了七大暗影刺客之一 并且只要大号上线 战斗力立刻就提升一万倍 战斗力完全不低于其他顶尖暗影刺客 就连修炼了血魔大法的赤牙都不是其对手 当五六七开启大号 手持魔刀千刃 正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活 五六七的魔刀千刃的刀刃 是由一千块最强的钢铁碎片合成 攻击方式更是千变万化 普通人根本防不住 并且五六七手中魔刀的碎片 可以轻松地穿透对手的各种防御 造成爆炸伤害 魔刀千刃号称只攻不防 天下无双 是攻击性最强的武器 其实五六七并不仅仅只有一把武器 它还有一把由天山玄铁打造的七段剑 可以凭借一年将之一分为二 还能和魔刀千刃释放出组合技能 可能就连冰奥的魔法圣一也能轻松破开 但是面对咱们这么可爱 还会抖血的冰敦敦 男神认为就连R7的大号应该都下不去手 所以本次决斗R7武力方面第一 而相较于冰敦敦 可能也只有呆萌能拿第一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 你有没有猜到呢 大家还想看哪两个超级英雄之间对决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奇脑洞吧 我会选择评论或者点赞最高的给大家安排的 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